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甚至上了热搜,网友纷纷表示,太期待四宫舞台了,四宫将会有数位助阵嘉宾,分别是李斯丹妮,孟佳,金晨,荣祖儿,江应荣,吉克俊逸,其中李斯丹妮,孟佳,金晨是宁静组的帮场嘉宾,荣祖儿,江应荣,吉克俊逸是纳英组的帮场嘉宾。 四宫分为三轮经验,第一轮是队长PK,纳英组,谭维维,余文文,吉克俊逸,样,对战宁静组,王心灵,郑秀妍,李斯丹妮,孟不落雨林,其中孟不落雨林组获胜532票,样组461票失败。 第二轮是挑战二代姐姐团,纳英,荣祖儿,江应荣,吉克俊逸,信自己,对战谭维维队,郭采杰,薛凯奇,齐夕,毛俊杰,野蛮生长。 郑秀妍队,朱洁静,张欣逸,张立,王子玄,老人的秋风,也就是纳英,宁静组,各有一队来对战二代团的姐姐,最终结果为郑秀妍队,老人的秋风获胜。 第三轮是挑战一代姐姐团,宁静,孟家,金晨,李斯丹妮,U,对战渔文文队,赵梦,张强,唐诗益,许如云,胡信尔,你的样子,王兴灵队,阿萨,阿娇,吴景颜,张天爱,徐孟陶,孤独送歌。 最终结果是一代姐姐团胜,挑战一,二代姐姐团成功的队,全员安全,失败的队则有淘汰组员的风险。 有网友整理了所有对战结果后发现,纳英组本次对战几乎是大败,每一组都输在了表演。 也有细心的网友指出,在二宫三宫的时候都是纳英组赢。 此外,本次四宫人气高的姐姐,比如王兴灵,郑秀妍,Tunes,吴景颜,张天爱,徐孟陶等都在宁静组,赢了也是意料之中。 然而,最让网友惊讶的是,两组姐姐挑战浪衣团都失败了。 不少的网友感叹,果然第一季才是最强王者,而这一次近年共有四位姐姐离开,毛俊杰,许如云,胡信尔淘汰离开。 徐孟陶因为个人原因退赛,四宫不管是赛制还是分组都看点十足。 不少网友连三宫都不期待了,想立刻干四宫。 毕竟王兴灵,郑秀妍同台,Tunes合体,于文文,赵梦,张强合作,谭维维,薛凯奇,郭采杰,Vocal合体,浪衣团等,有谁能不期待呢? 不过,浪姐四宫舞台的播出还有一段时间,大家可以先回顾一下之前的舞台。 电视打开当被音乐就能找到,尤其是浪一的,不管是舞美还是表演,确实是最强一季。 浪二,浪三的纯香舞台这里也有,不得不吐槽一下,浪姐二宫结束后,上热搜的不是难听,而是难看吧。 实在看不懂,为什么要把五个一米七以上的大长腿变成五个杜华,明明每个姐姐都美得各有特色,舞台上要是能把对赛制设置的用心放一半到服装造型上,二宫姐姐们的造型也不至于丑成这样,而且是丑得各有千秋。 看网友们的弹幕吐槽也是特有意思,纳英的维和假发,五色葫芦娃的造型还和垃圾箱撞了色,留恋穿了一身钢丝球,杰西卡那组动态还好。 静态向中间卖房的姐姐们,还有影楼峰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体操服务,这次二宫的选取B1公要好听一些,可惜绝美的舞台效果搭配拉垮的造型设计,浪费了姐姐们的颜值和努力。 二宫结束后,赵英子被淘汰,稍微冲淡了一些离别的哀伤,网友们则是一片叫好,这姐姐被淘汰到底是赛制原因还是剧本的郭娜? 从她意志坚定地站在三次选宁静,可见她绝对是看好宁静组能一直赢下去。 她应该对自己的人气,心里有数,万一选到输的组,铁定被淘汰。 赵英子和宁静的互选片段都特别值得玩味,从一开始选她入组,宁静就非常纠结,矿泉水平都用上了,甚至大大咧咧的那鹰都看出宁静的尴尬。 在到选举时的排兵布阵,面对赵一而再再而三的毛主自荐,想要加入唱跳舞台OK,这次宁静没有犹豫,坚定拒绝。 二宫的赛制是积分赛,也就是说,每组舞台不仅要赢,还要尽量拿下更多的票数。宁静每次都能很快地get到赛制的关键,所以她这次的策略就是每组一定要选择最顶配,最适切的人选。 之前写到刘烈是加入宁静组后,成为最强大闹。有留言说,说明这跟队人很重要性,好的团队领导者不仅能知人善认,还会根据团队利益做出最恰当的决策。 对于赵梦来说,虽然自己实力不行,但是加入舞台最炸烈的组,迎面更大,也有利于现场人气质。 但对于队长宁静来说,OK就相当于纳英组的伤害,是必须力保去现场抓票的王炸。 要是遇到一个祸悉尼和心软的领导,可能就让赵如愿了,可惜她遇到的是宁静。 芒果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,把赵说得容易招黑的话,全剪出来了。 比如,在加更版里,赵戴着强姐的假发,撒娇地说赖上宁静了,其他姐姐的表情都很妙。 从赵加入文文舞台来看,在郭彩杰的创意设置下,即使舞美效果在全场舞台是top3,可惜最后的投票是倒数第一。 这组四个人里有三个专业歌手,可是不太懂为什么,非常重要的最后一句,让赵英子独唱,就连修过音的都能听出她跑掉了。 在这么大的舞台居然敢自暴其短,在正片里没有看到这组的分辞过程,如果又是赵自己毛竹自剑,那她的淘汰就是咎由自取了。 最后再说下二宫舞台,我最喜欢的三个恰好都是宁静组的,梦中人,OK和怪美的。 谭维维不愿意挑战的这首梦中人,没想到为留恋和薛凯奇演绎出了一个魅惑版本,弹幕都在说,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? OK和怪美的舞台我都刷了两遍,前一首全程都盯着西卡,没办法,她这样经历过顶级女团的爱豆出身,遇到自己最擅长的,基本上就是降维打击。 最可惜的是乐园,明明改编得很好听,舞台也很美,但三个姐姐一身体操服,感觉马上要开始扑拉提了,最后还沉默在半舞中。 相反,与她PK的怪美的歌曲改的一般,但是舞台设计全场突出了三位姐姐。 至于拿到全场最高票的山海,难怪宁静听完demo就说,纳英组唱这首歌,他们必死无疑,居然赢了梦中人50多票,也是看不懂。